嗨 那首先还是希望大家把这个签道打在屏幕上 那我收到了太多的评论 大家都想知道我具体到底怎么去调色的 那光给出一些预调色包蜡子似乎满足不了大家的胃口 那大家会在评论区问我的这个步骤 或者针对我的某一个色调想知道我到底做了些什么 那么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了 那节目开始之前希望大家一键三连走一波 喜欢我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的频道 好的 那我们言归正传 我推出过很多期调色教学的视频 分开看大家都会 但是当真正落实到实际操作上感觉好像又不会了 那作为一些刚接触后期领域的小白来说 这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 那大家也都是这么过来的 你能做的就是多模仿多练习 那么我接下来要展示的也只是我的一个调色习惯 作为一个参考给到大家 希望对你能有所帮助 首先我们以这个片段为例 前后对比之后是不是感觉气氛更加浓烈 画面也更有电影感呢 那接下来我们以录屏的方式为大家演示一下我的具体步骤吧 好的 那我们打开这个premiere pro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画面 那其实还是有点不稳的 会看到有些抖动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第一步的话 就像之前跟大家说的添加调整涂层 那把它拖带到你的这个时间轴上去 好的 我们做现在要做的是这个一级调色 那首先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就打开这个色彩范围 好的 那之前跟大家说过色彩范围的一个调整的一个方法 那首先我们调整阴影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数值刚刚到达零 我们就可以停止了 那同样高光的位置 我们也是往上拉刚刚到达一百左右 我们就可以停止了 好的 接下来就是白平衡 那去选择图中白色的部分 那这个很简单 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曝光度 或者是这个对比度 大家去调整一下 好的 然后白色部分的话差不多 黑色的部分 好的 那大概我们看下来一级调色 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我们再新建一个调整涂层 把它用作二级调色 就是风格化调整的 那我们放在这个一级调色的这个时间轴质上 好的 那我希望整个画面其实是比较忧郁的 偏蓝一点的 那我们整个把它的这个色温往蓝色上走 好的 然后我们去到曲线 那曲线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 那曲线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 我可以现在单独把这个绿色的部分 就是黄色到绿色暖的部分的整个这个饱和度给它降低一下 我希望这个画面再暗一点 对比度不要这么高 然后高光也可以小一点点 好的 黑色大家可以看到 我喜欢把这个阴影的部分稍微调灰一点 这样更有这种电影感 好的 那我们回到曲线 那红色曲线 之前跟大家说过调整曲线的话 以这个三个点的方式可以精确的去调整高光和暗部的这个位置 那我们暗部稍微绿一点点 然后绿色曲线 我们也同样把这个暗部调整一下 稍微偏紧一点 蓝色的部分 这样感觉差不多 那前后对比一下感觉应该还可以 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用这个DSL辅助去单独把这个树的部分把它勾选出来 我们去单独调整树的部分 好的 大家可以看到那树和这些枝干的这些黑色的部分 所以我们全都把它勾选出来了 好的 那就是模糊一点让它过度 然后往蓝色上调整整个这个树枝都往蓝色上走一点点 然后颜色降低 亮度降低 不好意思 整个饱和度稍微低一点点 好的 然后我们去加暗角 这个是我个人的一个喜好 我比较喜欢在这个画面去加一点暗角 看起来会比较有电影感 然后比较突出这个画面中央的部分 好的 看一下前后对比 那感觉还可以 那我们现在的话把这个暖色调的部分 整个把它拉宽一点 就包括更多的暖色调进来 这个饱和度总体降低 大家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变化 然后这个色相的部分 我们也同样是把暖色调 就绿色的这个部分 把它调的稍微往蓝色上走一点点 好的 现在去搜索一个效果器 那之前跟大家说过叫做变形稳定器 放到你的原视频上 它会开始计算这个时间 因为大家一开始看到这个片段 实际上它是有点抖动的 那我们把它增稳之后看起来会更好 好的 那这样就已经调整好了 大家看到很稳定 然后画面也很有这种音域的 这种忧郁的感觉 那接下来就是导出 导出的部分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H64没问题 那它的这个格式里面是没有18比9的 那我建立序列就18比9 这个时候你就它匹配原视频就好 接下来就是这个刷新率 大家选择好之后 把它的这个刷新率的预值调整到60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 以最大的这个渲染质量来渲染 然后你导出之后 就是一个非常清晰的画面 大家一定要记得修改那个刷新率的预值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取个名字把它导出就完事了 希望我的一些步骤 对你能起到一定的帮助 并不是说一定要按照我的方法来做 但是调色之前 我希望大家能够做的就是这个色彩还原 然后去思考你希望这个画面 想展现一种什么感觉 然后再去调整 那就希望你喜欢这些视频啦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